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不爱就散 我是宁华 我是方玉 在我们上一次上架的不爱就散 提到了关于宠物 失去宠物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延伸这个爱的关系里面 其实跟宠物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 因为方玉预示说 从小家里有养宠物 虽然那个时候你的年纪很小 你觉得这个里面也是有 我这样问讲出来养宠物的网友 你不要生气 因为这真的是我的问题 你说这里面建立的亲密关系 也是一种有知有感的特殊亲密关系 我觉得像我从小到大 就有一只博美狗就陪着我长大 一直知道我结婚上了台北之后 就没有办法一起 但是你知道那里头有好大的罪恶感 就好像遗弃了他一样 因为他就放在娘家 没有办法带到我新的住家 就是我台北的住家 那所以那次我们访问威姐的时候 他在讲他那个例子的时候 我很有感 那只是他很有勇敢 因为我觉得分离这件事情 需要威姐跟张大哥这个年纪可能扛得住 那我那时候还年轻上大学 然后我后来大学就到中部念书 所以就离开他有点距离 我发现那个分离不太容易去消化这个情绪 然后我都会用疏离再来分离 这个这句我懂 对都用疏离再来分离 所以那时候痛才不会这么大感 但是经常会梦到这个毛小孩 所以我觉得毛小孩对于我来讲 不是不是那个物种 是真的是一个动物 对我来讲他是一个类 就很像人类一样的家人 我觉得有点像半人类 所以我们法律上一直把它视为动物 到这件事说你没有跟上潮流 因为国外有一个宠物抚养法 好就是说只是说还就我举例 我们在处理离婚案件的时候 也会遇到你如果家里 你们共同养了一只毛小孩的时候 那请问在离开的时候 这个毛小孩怎么处理 那这个一定就是我们在处理家事案件 比较会碰到的 那今天这个网友 他跟我们两个共同分享的 这一个案例 我们也来跟观众讲一下 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女性朋友 他养了一只狗 他认为他这一生里面 到目前为止 他最大的幸福 是从这个狗一开始的时候 他一直陪着这个狗成长 然后时间很短暂 因为这个狗的寿命 岁月八年 这狗就过世了 那这八年里面 这个女性她经历了两段婚姻 在这两段婚姻里面 她失落的时候 还有她很痛的时候 她认为这个世界上是这个狗陪在旁边 完全的了解她 分享 承担她的痛 所以后来她帮这个狗 真的办了一个告别式 那她的家人呢 全部参加告别式 也参加了这个狗后来的火葬仪式 然后火葬之后 狗的骨灰就放在灵谷堂 那这个整个网友分享这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 她帮狗办了这个告别式 而她的家人 也都知道 这条狗在她心里面 我这样讲可能不夸张 就是像家人一样的地位跟关系 我在两个礼拜前去碾香 那就是在明泉东路 很多葬仪社嘛 那后来碾香完后就坐下来 然后朋友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看到路口开了一个好大的 新的那个葬仪社 然后他就说 我们都担心朋友 碾香的时候走到那边去 因为他说我这个比较 比较小 在两个大招牌中间 我说没有 我说我坐计程车坐到门口下的 我说那个很大 他说那个是全部是宠物葬仪社 就全部为宠物的身后办 他说是明泉 他说是这条路上第一家 老师你知道 那个狗去世跟猫去世的送葬 在乡下怎么做的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听说过 反而有吗 因为我在想说 是不是就会比较怎么讲 不会像都市人这么拟人化 因为你知道像有一些叫天葬 你知道有一个西藏 西藏那边有叫天葬 所以其实像我们是住乡下 那乡下如果狗去世 你会知道这样 他的去世是狗会自己找地方的 我有听我姐姐讲 因为我姐姐一直有养宠物 还有我的朋友 他们说他们的宠物在走的时候 都会独自到家里的一个墙角 对 在那边 对 变气 很很特别的就是说 我那时候家的狗 他会去自己找草去吃 他们 他们我们没有去看医生 因为我觉得我到台北才知道 有像你刚才讲有葬仪社 然后又有这个 宠物的旅社 就是如果你要出国 那你就可以寄放在那里嘛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 宠物的医院 然后医院又有照CT 有很多各种设备 打点滴啊什么都有 后来我才知道猫血是没有 所以猫血的那个 所有的家人们 特别的团圆 应该讲特别的有名结利啦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血没有的话 他就讲 譬如说台北某中正区 举例中正区有没有可以捐猫血的 然后在哪个宠物店 然后那样的养猫人士 就会赶快来捐血 你知道他们 他是一个互助团体 所以我就知道猫小孩在目前的 独居或不婚不生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趋势之下 那养猫小孩的特别多 那我要讲的 我们的乡下不会看到医院 也不会看到这样一社 所以狗是不是会自己会去吃草 自己吃草 因为我妈以前是这样跟我们讲 他是真的去吃草 那你就觉得说 他怎么知道吃什么草 这点很厉害 那等到狗要离世的时候 他会去找一个角落 他就找到一个草丛里面 然后就这样子自己处理他的临终 好那狗在我们乡下 如果我不知道每个人习俗有没有 我看到我们那个乡下 就会把它丢到大菌 放水流 那大家不是会觉得 这有环保问题了吗 现代人来看 没有 我就想要觉得说 这不是好像一个不在乎的气质吗 不是 没有他有点像真的有点像天章的概念 就是放水流 让他的生命可以再轮回 或者是让他可以流转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的真正意思 但是我知道他是要让他回归大自然 那我记得猫好像是挂树上 挂树头我听过 对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太理解那个原因 也就是说颂葬 因为刚好这个故事里面去提到颂葬的过程 那我只是想到说 可能每一个人的习俗不一样 当然我觉得 那个习俗的不同代表意义是什么 是什么样意义 我觉得就会意涵着 这个世代的人 或者这个家人 怎么看待毛小孩在你家里的地位 或者是怎么去看到生死学这件事 那我觉得 我自己看待毛小孩的事情是 大概是我从小 觉得经历最多分离的经验 就来自于他们 因为我以前很爱养 我猫也养 狗也养 乌龟也养 老鼠 兔子 哇 在桃园养了好多 我甚至还有 对我记得青蛙也养 你知道吗 真的吗 真的 那你怎么给他找吃的 青蛙我比较好奇点 我其实把他抓来 然后结果我还没喂他 他就跑掉了 后来人家说青蛙不要乱养 因为迎来蛇 哦 你知道 然后 你知道我们家那个狗很可爱 你知道 我们家有养鸡 乡下养鸡 然后我们的鸡是吃那个草的 所以 然后鸡是会放在树上 会自己飞到树上 你知道吗 哇 这个没看过 好 可以想象 那你知道我们家那个狗呢 我们就会在树下面等着看着他们 看着他们睡着打瞌睡掉下来 然后你就看到鸡飞狗跳 哦 就是这个 你真的 好 所以在儿童的时候 然后养了这么多宠物 跟成年人后来养宠物 我觉得好像也有 我相信那一个爱的关系 就是好喜欢这个宠物 那个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的 然后成年人可能有更多精神依托 因为我在疫情年 我真的不止一个朋友 从来 他小时候也不曾养过任何宠物的 后来就开始养 没有老师我觉得一样 就是陪伴两个字 陪伴啊 对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我不能跟别人讲的话 或者别人没想听我讲的话 我觉得我的猫小孩 就是因为我觉得朋友好朋友啦 我那个狗啊 就是陪我说话 我家的猫呢 就是陪我玩捉鸣场 猫捉鸣场是很厉害的 你看你都没有养过 对 猫真的很厉害 你说你找不到他吗 没有他会捉鸣场 他譬如说 我举个例子 你看你真的要听吗 他就是譬如说 猫咪我们要吃吃饭啰 然后呢 他就故意躲在那里 然后等着你去找他 很有趣很有趣 然后后来呢 我找到他 然后换我觉得说 哇我这样找你 你就故意跟我捉鸣场 然后换他走过去 要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躲在墙壁旁 我就躲在那个墙壁后面 他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哇 然后他整个跳起来 你知道 我跟你讲很好笑 然后我在那边念书 他就会玩我头发 然后我那个笔呢 他就会故意弄你的笔 他就一直陪伴你 我的好朋友真的是猫跟狗 还有小鸟 所以你可以非常理解 今天个案的这一个女性后 他说他八年里面 他养的这一个宠物 从我看他 他从零岁养的 然后在这八年 他经历了两次婚姻 他认为生命里面 我想那就是陪伴 最多陪伴 就是陪伴 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举例 老师如果是 我们经常会觉得 希望我的好朋友陪伴我 他可能会给我很多 不知道怎么样的方式 来安慰你 可是你知道有一种 叫无声的安慰 就是当你很难过的时候 他就会贴着你 他根本压根不用问你 发生什么事 他也没有要给你建议 那样的狗或者那样猫 就依偎在你身上 就说你还有我 你知道那种感觉 就是让你不寂寞 我现在就是在想说我的 又没有一样宠物 我想说我的朋友里面 我的家人里面 有没有这样子的 一个无声的陪伴 目前我还没有想起来 时间很短 真的没有 就很少见 然后那个倾听 跟你知道 你能够表达出 那个感受的事情 你跟他讲 你会知道 他不会再转述出去 那种安全的陪伴 真的也没有 对不对 我想无声的陪伴里面 我也觉得 因为我有个家人 曾经跟我讲过说 他说别人 如果有很大挫折的时候 可能通常不会找你 我说我晓得 因为我太容易给别人 建议 对 对 但很多人这个时候 他并不需要建议 那无关乎你的建议好或不好 因为建议可能会让他 加倍的挫折 知道他原来做的 没有做 没有从一个比较对的方法来做 所以他需要的不是建议 对 所以我就想要说 无声的陪伴这件事 我觉得无声的陪伴 跟一个安全的支持跟陪伴 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毛小孩在这个世代 尤其不婚不生的世代 或者是一个独老 尤其现在很多都独老 那像很多的独居老人 你也看过 他们养了毛小孩之后 他们已经走了 毛小孩依然在那边等候他 那种守护者的那种感觉 真的好像一般我们人类 是很难做出来的 我刚才正跟我们小编在讲 这叫无条件的爱 对吧 我的感受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他没有要你一定要你做什么 他其实就是依附在你身上 他就是全心全意等候你回家 我相信很多视频里面 也可以讲毛小孩至于 你们的生命意义 我觉得那个那种纯粹感 我觉得是我很享受的那种好朋友 或者是一种好的家人的感觉 所以在他离去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个角色在你的生命当中 如果历经了八年 他的那个离开那种痛 你真的很难再从别人身上找到 也许你可以再养一只宠物或什么 但是没有 他因为他历经你八年的青春 或历经那八年 他你最悲伤的时候 谁来陪伴你 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就是他了 所以我我我我明白那种分离是 自己的一部分也跟着不见 哦 自己的一部分跟着不见 对 嗯 老师 今天停在这边 我觉得我可以回去再想想这句话 对 因为那个失去是自己的很大一部分 所以自己不完整 对 痛是痛点也是痛在这里 对 跟着不见了 好 不要忘了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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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